畫面中可以看到現場聚集多名員警 還有消防員 警方正拉起封鎖線 今天深夜十二點半 高雄市湖內區正義一路 一處民宅傳出槍響 據了解一直是債務上的糾紛 引發槍擊 而附近居民紛紛被槍聲吵醒 帶您看看民眾怎麼說 三台救護車 好像有開槍 聽他們講 說有人中槍 目前三個人有送醫 只知道他們有外部的傷口 目前只知道是 是那個討債 槍械的部分有看到 有看到 我們還在做清查 所以開幾槍還不知道 還在查 警方表示初步調查是債務糾紛 引發槍擊 目前已經通知財政小組 前來現場 而過程中有三名男性受傷 其中兩人意識不清 一人輕傷 救護人員已經將三人緊急送醫 至於詳細事故原因 還帶警方深入調查中